繼續來看有英國媒體的支出說 台灣政府等的克魯 要加利國際行事歡迎ICC 那是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哈林要打台灣 國際行事歡迎就可以去調查 外交部是表示說 聯合對台海安戰有幫助辦法 外交部都沒有白讀 當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哈林對台灣發動進行 歡迎就讓概念調查 部長也說到 雖然在總統第三進行 政府沒有力氣的動作 不過比較有在討論 外交部及政府相關機關 對於任何有助於穩定 台海和平安全的方案 都會評估 研議也不會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國際行事歡迎 是根據羅馬公教 在離港空二年成立 是為了一個有關合款起訴 反過別人做作為害人類作 戰爭作和戰略作 個人的上市國際發展 目前有13位新闻國家 中國和美國沒有在一起中 今年三個ICC 占對五六四總統普通 共同和歐吉蘭里東前順的事 對於發作代報定 因此如果是習近平發動進行 就當失控 學者定位目前台灣可以依照 歐吉蘭現在是巴特斯坦 沒有寫自己的ICC 現在是選擇有關合款 來進出保障 另外有可能就是說像 烏克蘭那樣他是主動跟 國際行事法院說 那我接受你的管轄權範圍 那這個也許他的政治操作的可能性就比較多 但是因為如果別人是ICC 是ICC行為國家主計的管理者 這就堅持到等級以來台灣定位問題 另外是連加林會讓提款台灣的全球參與都 但是可能要面對到台灣經濟的方向 困難度不太大 記者綜合部都